一座城市的异想天开 如何应对自然灾害 沙漠之中的顶级都会 如何延续可持续的奢华 享乐与环保的博弈 正在迪拜演绎 迪拜世界岛是一座举世文明的人造群岛 有300座大小不同的岛屿 组成一幅世界地图的图案 因工程规模宏大 而一度被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 人们只能通过水路或空中交通来往于岛屿之间 世界岛建成后 每年将会有将近25万定居者和游人前往 世界岛将会有五条航道 四个运输中心和2000多个博位 备有60艘大型运输船 和400艘类似城市中出租车的继承艇 但是英国媒体的报道称 这幅人造的海上世界地图 正逐渐被海水淹没 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的照片显示 迪拜的人造群岛世界岛 似乎正在向中央集中 并在不断下沉 与规划设计中的效果图相去甚远 长久以来 迪拜的发展遭到环保人士的强烈指责 挖沙船改变着迪拜的海洋环境 大自然开始反扑 强风和洋流将要吞噬这座 用五亿顿沙子砌成的世界地图 不让强劲的洋流和强风 侵蚀这些人工岛 是迪拜人面临的挑战 这次迪拜人学经了 开始采用绿色环保的手段 来拯救自己的迪拜梦 数年前 潜水员在这片海域 发现一片巨大的珊瑚礁 能在这片海域发现如此规模的珊瑚礁 十分难得 但是珊瑚礁位于繁忙的海港入口 而且已经奄奄已息 迪拜人决定把整座珊瑚礁 搬到世界岛的防波堤 来保护这座珊瑚礁 当然迪拜人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用这些珊瑚 来防止海水侵袭世界岛 这是迪拜最大的珊瑚礁 一共有两万两千个珊瑚群 如果用传统的移植方法 会令珊瑚大面积死亡 所以迪拜人想了一个环保的新方式 在珊瑚礁基底的石头上钻洞 然后灌入无毒粘着剂 再插入钢条 接下来就是大搬迁 整个过程中 珊瑚一直在海水中 大大保证了珊瑚的存活 波斯湾的这些珍贵的珊瑚 将会散布在世界岛的防波堤上 不仅能够保护世界岛 同时也能免于受到 大型运输船的滋扰 让更多的珊瑚在这里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